我们有这个青荣社区和卫星所共同办理 青荣飘逸拆毁穿的外团 邀请社区的视频和既角 正会来拆毁外团中心的穿 迷惑这个环境 和视频可以来挖滑头脑和身体 在社区的理事中叶基祥 本身就是一个美術家 也将这个創作品和社区的外团中心 提供和大家来参观 也还可以迎接一个日本特色的社区 我们有这个青荣社区和卫星所共同办理 顺风飘逸拆毁穿外团 邀请社区中央至自宅 将同社区的社区外团中心的穿拼来美化环境 社区理事中的业绩相标时 蔡毁穿的地面的风景、高厨、高厨 都是由这个东西人文金镇 并且这些外团让社区中央 能够活跌至身体 我们厄表的青荣社区 青荣社区就是对青荣祭连碑 他青荣祭连碑 他青荣祭连碑是那种 荣祭连碑 这荣祭连碑 做我们这里的经典 这后边 就是荣祭连碑 后边就枯端下去了嘛 那里就对南西去 所以说我们的主题就是 差不多在这个素材 这都是在家厨 人来的市场 这种就知道 这芒果就是我们这里的特色 对青荣社区理事长 用心来推动社区营资的工作 并且就把社区中央做的劳作 到未来 由这屋中的诚信测标 时 工作中的专业 来支持到道理阻碑 并且也会较到社区管理的固定 未来可以进一步行为 参照西据点 来让社区中央 能听到更好的效果到效果 我们理事长 相当的用心 和他们彩繪 把社区的特性 专业出来 另外就是说 社区以后 在理事长 有哪个区域 我们从公团的据点之后 然后成为一个西照点 让我们的中央 更有更多的活动 更多的队友来推动 工作这边 出了 给社区来配合 让社区的活动中心 能够充分得一个活用 这样子 新鸿社区理事长的业绩社 本身是一位美術家 創作了很多油的水面 修华丁作品 都提供工作和社区 和社区的团众心 提供给大家参观 以希望就会出方面的专业 来营造一个旧友 会问得消的社区 记者萧建伟 由正义库插往报道